民眾黨的總統陳選林 瓜文地 沒成人在日本的訪問 早期也去拜訪 立憲民主黨的參議員 有臺灣女兒 前後的冷風 雙方都強調臺灣 日本合作 對檔案和平的重要性 另外 前對我們再來最近 很受到關注的 協定議題 瓜文地是認為說 郝柔議應該要把協議了 要怎麼處理 說清楚 如果中文聽不見 第二天的訪問 台北日本參議員 林鋒跟民眾黨 總統陳選林 合作的問題 何東晋哲 也主張兩項議題 共調第二合作 對副協議的重要性 嚴肯定是 立民黨有眾議院 要求感電修衆 免得反對 臺灣獨立 蓮鳳也作出會員 總統台三 繼續主張電話議題 瓜文地的政府 憲改大最安全的作法 就是 消極學生演藥 不可以離婚禮後的官僚 我知道 反核是民進黨的神主派 可是現在就是 就是面對問題嘛 你不能說 警報神主派 然後不顧事實嘛 核廢料 我跟講 將來就是 否有要面對的問題嘛 你當時都 那個合一合的核廢料 你那個死照不 建照不發給他 不讓他 蓋那個儲存草 你現在你要說 你要永和不對 國民地的核道 都了解 上下政經社交流 經濟了解 紅媒團核道 要比會 主賓董 胡宗裁 馬生太郎 拜會 一部 微信會 主席 馬場神信 記者綜合報導 馬場神信